英国从上个月24号开始宣布强制居家隔离三个礼拜 不少父母得在家里带小孩三周 面对精力充沛的小孩 有许多团体跟YouTuber就发起运动教学课程的影片 协助父母们带小孩还预教育了 跟着影片中老师的动作 小女孩盯着餐桌上的电脑在餐桌前跳起舞来 没多久女孩的哥哥也跟着加入跳舞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欧洲国家 英国首相强森上个月24号开始宣布实施三个礼拜的强制居家隔离 让许多英国父母开始足不出户 宅居在家中带小孩 为了缓解带小孩的压力 各种团体跟部落客发起了活动 让父母能够从中获得休息时间 像是旅游网络行销专家托马斯经营了一个女性部落格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了解带小孩的辛苦 就成立了脸书社团 发起各种活动 对小孩欲教于乐 社团会晒出小孩们投稿的画作 也会举行自制手偶玩偶比赛 让小孩能够专注于做娃娃 并且录制影片分享给其他的妈妈跟小孩 而另外远在印度洋 执行海洋探索任务的科学家陆西伍德 因为疫情限制了研究活动 干脆把深入海底的探索工作 当成了教学课程 提供小孩们另类的线上科学课程 除了亲子活动 科学教学 还有运动课程 英国知名的YouTuber 乔·维斯是个健身教练 每天早上都会有30分钟 专门为儿童打造的运动课程 因此吸引了超过200万人 关注他的直播 目前这位健身教练也承诺 将会把跟儿童互动的30分钟广告收入 捐出给英国国家卫生局 协助政府进行防疫措施 记者陈松报道